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鸡蛋和辣椒面是绝配 这种做法保证你从来没有吃过 是一道失传依旧的名菜 鲜香入味,开胃又下饭 特别的香辣好吃,拿肉都不换打 做法简单明了 首先我们跟着家里的数量来准备鸡蛋 大盆里面加入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我们来搅拌搅拌 把食盐搅拌融化 再把鸡蛋放入大盆里 先不来要清洗 浸泡一会儿,大约10分钟 用食盐泡过之后 蛋壳表面的粪便可以软化 让写的比较干净 时间到了,已经浸泡好了 再来洗一洗,把鸡蛋洗干净 鸡蛋外皮特别的脏大 会有好多的粪便 大肠杆菌,细菌等等 虽然不吃鸡蛋外壳 但也要洗一洗 鸡蛋洗干净 没有任何的细菌 我们吃着比较放心的 尤其是打鸡蛋 我们打鸡蛋的时候 蛋壳掉了碗中 这是很残念的事情 如果鸡蛋不清洗 那么这碗鸡蛋就不可以吃的 很脏,会有细菌 不过像我这样把每颗鸡蛋都洗干净 蛋壳整颗掉到碗里面 这碗鸡蛋还是可以吃的 这样没有任何的细菌 湿热能够能够简单的杀菌消毒 使用鸡蛋特别的干净 每颗鸡蛋搓起好 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接下来把鸡蛋打入碗中 来点白醋去腥 我们用筷子搅拌搅拌 先把蛋黄戳破 这样比较好打 快速的搅拌均匀 多打一会儿 能够更快的把蛋清蛋黄 充分的混合到一起 鸡蛋打好了 我们拎起来看一下 像这样流线的状态 而且表面会有很大的小气泡 这就可以 一定要多打一会儿 细腻顺滑 无论怎么做都好吃 一点都不老 再准备同样的碗 我们加入清水 清水是鸡蛋液的1.5倍 满满的 我们做一个对比 蛋液三分之二的碗 那么我们这个清水就要多一点 蛋液的1.5倍 满满的稍微再多一些 我们再准备辣椒面 这辣椒面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打成它比较细一点 口感是味辣的 不能吃辣的朋友们 可以放一点微甜的辣椒 可以用自己的口味来定 准备一个小碗调味 加入盐 再加入味精 生抽 香醋 来点香油增香 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调味又简单 锅热加入少许的油 增加口感 油热下入辣椒面 翻炒均匀炒出香味 辣椒面容易糊大 我们小火慢炒 炒香加入水 我们搅拌搅拌 全程都需要开小火 慢慢的焖煮的 火候一定不要太大 接下来下入调味料 接下来加入调好的料 再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不需要水开 直接把蛋液倒入锅里面 边倒边搅拌 动作慢一点 全程消消消消火 火候不能太大了 一直搅拌搅拌 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直接焖煮 来看一下这个火候 保持最小火最小火 一直焖煮 大约焖煮1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已经蒸好了 哇真的是好香呀 这里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水分 把锅端起来晃动一下 能够成形就可以 来一把葱花点缀增香 硬铲的波动波动 看一下 全部已经成形了就可以 从中间 划上开 这样比较好使用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真的是特别的嫩啊 光当光当的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放下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起您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水煮鸡蛋做好了 真的是特别的香辣好吃 又入味又下饭 特别的开胃 很好吃 做法又简单 好几个鸡蛋一锅处 嫩嫩的香香的滑滑的 别提多好吃了 这样做好的水蒸蛋 要比平时的做鸡蛋 更加的好吃入味 老少姐也越吃越香 嫩嫩QQ弹弹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哇 真的好香呀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 收藏起来 有空试测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精彩视频 大家更新 专心的感谢 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